嗨 大家好 我是Christine 欢迎收看天空艺术 翡翠小知识 我们在玉石市场当中 常常会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玉石名称 譬如说翡翠蓝宝 翡翠蓝宝这个名称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今天我们就针对翡翠蓝宝来做说明 在上入说明之前 先做个简单的分类 帝王绿翡翠 翡翠蓝宝 台湾蓝宝 澳洲玉 从颜色上面可以看出翡翠蓝宝的颜色 很接近帝王绿翡翠 台湾蓝宝是蓝绿色 澳洲玉则是苹果绿 它们的实际矿石名称为 个绿玉髓 蓝玉髓 以及绿玉髓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个绿玉髓 解 玉髓是引筋直的实音 颜色鲜亮 产量大 价格便宜 自古以来常被用来当做装饰品 个绿玉髓顾名思义 是含着微量元素个 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再加上引筋直的特性 看起来超级像翡翠帝王绿 是非常好的翡翠替代品 也受到著名的珠宝品牌 譬如Cartier Faincliffe & Arpel 和Tiffany的重视 专为个绿玉髓设计品项 几年前有珠宝商 请出翡翠皇后欧阳秋梅老师 为个绿玉髓背书 欧阳老师表示 这个首次发现那么好 又是天人寒落的衣水 它的外表很像翡翠 如果想起来 这是很美的 就像老坑玻璃种一样 它的细腻成就比老坑玻璃种还细 我觉得细是很难的 它的印度野气也跟翡翠一样 就在非洲这个地方找到 这个会有深圳的空间 此话一出掀起了购买风潮 为何取名为翡翠蓝宝 在盛产台湾蓝宝的 寒铜绿玉髓矿区 曾经出产少量 如同翡翠一般绿色的玉髓 所以就把这一种 寒铜的绿色玉髓 称为翡翠蓝宝 而产于非洲星巴威的 天然各绿玉髓 里面也含有铜离子 所以翡翠蓝宝这个商业名称 就被业界用于这种特殊的 新玉髓品种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容易之处 颜色 帝王绿翡翠 以及各绿玉髓 都是浓郁的正绿色 台湾蓝宝是蓝绿色 澳洲玉是苹果绿 自色元素 帝王绿翡翠和各绿玉髓是个 台湾蓝宝是铜 澳洲玉是镍 所以在CCF绿色镜的观察之下 帝王绿翡翠 澳洲玉是绿色 各绿玉髓是红色的 台湾蓝宝是蓝绿色 质地都是引筋质 硬度都是漆 光泽都是玻璃光泽 折射率 翡翠折射率是1.66 其他三种玉髓都是1.55 比重 翡翠是3.33 其他三种玉髓都是2.65 拿起来会比较轻一些 今天就先到这里 希望有协助大家更了解 什么是个律玉髓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